走 在 你个大男人 整天就着我睡点儿觉 怎么那么好意思 我不睡觉我干吗 城里边什么活都没了 车也给我收回去了 你还让我干吗呀 你还好意思说你 为什么不让你出车了 你心里不知道吧 你现在不去单位了 你那下帮我干个家务 我都算比我人心了 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你 这衣服不用洗我还穿呢 都有味儿了 肯定得洗 我说了不用洗就不用洗 又藏钱了是吧 我藏什么钱呀 钱都给你了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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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快进去 这银行 还可以 我 Allah 我听到这样 干嘛 我用来 你个老板 到底呢 我怎么能收毅了 他们感兴趣的是 我们想要转型汽车工业的思路 他们清楚 我们作为国营老厂底子足 只要下定决心转型 是一定能够杀出一条血路的 他们不仅能盘回一笔坏账 还能收获一个前途光明的大客户 喝点不韦了 好啊 好啊 什么叫用发展的办法 解决前进中的困难 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呀 只要能够发展 很多问题它就不是问题了 老阳啊 谈快组织技术和财快部门的同志加下班 统计一下咱们厂的专利和银行对接 再把这份转型报告 给中层以上干部发下去 让他们开机场专题讨论会 好好地研究一下 好 我马上去办 石头写的这份报告我早就看过了 我担心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资金 一个是人才 汽车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 也是技术密集型产业 就算我们融到钱 也没有这样的人才储备呀 要是袁小夏能回来就好 近两年他一直在马达维奇汽车公司实习呢 按日子算 这小夏也该回来了 不过最近这孩子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我前几天看到了一份统计 说近三年出国留学人员回来的比例 只占百分之三十 这就说大部分人都留在外边了 是不是像有些人比喻的那样 外国的月亮比咱们中国的元呢 袁小夏一定会回来的 我会找得回来 我会找得回来 大飞 今天怎么有时间出来 不是说家里管得挺严的吗 别提闹心声啊 一会儿再坏了我的手机 我媳妇一天当晚一分钱不给我 还什么事都管着我 四饼 别动 活着 你行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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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嘉 不让你提你废提 手机支坏了吧 你怎么有钱给我来的吧 你怎么来的 这个不够吗 这也不够啊 不够先欠着 最后一块鞋 行 那就咱们跟着算上啊 来 欠个字 不就是欠个字吗 不就是欠个字吗 ader 是欠个字 看好了 看好嘞 看好了 看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哭呢 你听见了吗 这哭声怎么那么熟悉呢 段云巧 你咋啦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 春秋 你能不能别多惯闲事了 你这人是不是精神不好呀 咱走吧 我看你精神不好 娘 春秋 你还送不送我回家了 来来来来 司机打车回家啊 段云 是不是谁打你了 你这儿 我们先回来吧 我们来讲吧 我们来讲电话 您的路线 我们来讲电话 就是零尖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直都叫你是姚大傻子 其实真正傻的人是我 我 当初啊 他不过是对我有一点点的好 我就不顾一切地扑上去 以为那就是爱情 甚至明明知道他欺骗我 我还自欺欺人地以为 只要他对我好 我就能嫁给他 春秋 我还欺了一句对不起 我现在终于想变完了 你当时是真心地为我着想 你笑什么 我提你高兴 你终于想腐败了 不过晚了 大错已成 要我说啊 他李承飞就是勾改不了迟事 你别指望他能好 干脆就离了吧 离 你以为我没想过呀 可话说回来 他毕竟是跳跳的亲爸爸 离了以后呢 有哪个男人愿意当后爸呀 行 就算有 他 他会像亲爸爸那样对孩子更好吗 这些都是问题啊 往右看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你跟他 我这难受你一个心思开玩笑 你别拿我开手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就 一点点 一丢丢都没考虑过我呢 废话 咱俩天天在一起呢 我看不看得上你心里没数啊 那是以前 是 以前我各方面都比较低开低走 你做空我也能理解 但我现在也不一样了 看 浑身上下 鸡油骨啊 一直涨停啊 看不见吗 屁股吧你 杨春秋 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变了 其实你啊 一点都没变 你这不睁眼睛说瞎话 我怎么没变呢 现在我爸我妈 包括杨春柔 那见我面态度都得立正 你都反过来管我接钱了 我还没变 是你心里年龄没变 你没长大呢 你光换身衣服有什么用啊 我打个比方 马戏团那猴子套上了长袍马褂 就变成人了吗 那不还是个猴子吗 得等到他心里真正琢磨人事了 他才能算个人 得琢磨人事了 你是不是骂我呢 我说过了 我就是打个比方 你不喜欢我 有的是人喜欢我 刚才那姑娘啊 咋呢 不合适 你认识人家吗 你就不合适啊 我扫一眼就知道 那压根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你是过日子的人 你是过日子的人 你把日子过成这样 杨春秋 你说什么呢 你知道我受伤了还撒严啊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李承飞打咱们就白打了 有仇不报非君子 咱得报仇 我又不找你管 我当然不能白打 我自己能报仇 我不管我还是君子了 走 报仇去啊 回家 赌气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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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